由谭剑刺携手王楚然主演的都市清洗爱情大剧《爱情有烟火》一直都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谭剑刺先后在《长相思二四方馆》中展现出了足够的扛剧能力 以及更为出色的流量属性 再加上王楚然也凭借着《柳州记》一举逆转了路人员和口碑后 更是让这部有着事业爱情双线成长 全员高颜值的剧集的播出前景变得更为出色 而在经过了数轮的预热过后《爱情有烟火》在近日正式启动播前招商 并且加快了上限速度后也是有了暂定第四季度 大概率会是在11月左右播出的当期信息 这无疑是给了所有翘首以待的剧粉们一个大的惊喜 总体量为40级的《爱情有烟火》根据高人气小说《我们在一起改编》 是一部围绕着男女主爱情与事业上的成长为主线 讲述了投行精英李亦菲因一次投资失败而落魄 与刚刚遭受了事业爱情双重打击的女主前飞 开启了一段鸡飞狗跳的合租的精彩故事 而围绕着男女主的相处 也是将诸多生活上的细节和事业职场中的竞争 以及人与人相处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故事给一一呈现了出来 最终构筑成了一个既有唯美爱情 也有职场的例子 更是关于人生、家庭、婚姻等思考的都市情感大剧 再者开篇就提到的男女主谭剑刺与王楚然 目前是绝对的高人气小花生 不仅颜值和演技兼备 而且还有着足够的人气和路人员 从而让两人的抗拒能力变得非常的出色 而在《爱情有烟火》里 在演精英人士的谭剑刺 不论是各种帅出天际的西装造型 又或者是职场外的休闲装扮 都将自身的颜值优势给展露无遗 再加上自身越发出色的演技和角色诠释能力 在剧中的表现显然是非常的优秀 王楚然则是经历了口碑过山车后 现在也成功地回归到了九五花一线的位置 富白貌美大长腿 具备了绝对颜值优势的王楚然 这次则是继续延续了小人物的属性 虽然在人设上有些弱小 但王楚然依旧是美出了新高度 与谭剑刺的CP感更是让人惊喜 再加上配角中的李乃文 张浩为 江沛瑶 刘瑞林 叶熙月等一众老熟人的参演 整个爱情有烟火的阵容配置 无疑是颜值 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 具备了非常出色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多说一点 该剧的导演史诚业是业界知名的实力派 曾参与过诸如父母爱情都挺好 等诸多口碑佳作的制作 有着丰富的指导和摄影经验 再加上长相思编剧之一的琴叶助力 整部剧的制作水准和剧情质量也非常的高 因此 若爱情有烟火能如期开播 那以剧集的整体质量和剧情看点 再加上谭剑刺与王楚然双大热新生代演员的人气助力 整部剧已然将会有着非常出色的播出前景 特别是在第四季度中都市剧数量较少的情况下 爱情有烟火更是有望成为最为火爆的都市言情剧 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唐公奇案为拍鲜火 于正否认白露出演 王兴月或将独挑大梁 备受关注的古装代拍剧 唐公奇案 原本以为此前传出的白露三大王兴月 就是最终的阵容答案 但没有想到 伴随着于正在近日的一篇小作文 又让整个选角充满了未知术与戏剧性 在于正的小作文中 非常明确地否认了白露会出演该剧 直言白露和王兴月都非常喜欢唐公奇案的剧本 也都各自曾表达过想要出演的想法 但白露不想再与王兴月搭档 所以并没有答应 但于正因为看中这个剧本 再加上想要力捧王兴月 所以就先让王兴月签了约 目前剧方那边则是一直在等白露的消息 白露演的话剧及相关制作就会上升到S++级 白露不演的话 那整部剧则只会是S++ 毫无疑问 从剧方的态度也是可以非常的清晰地感受到 整部剧的制作标准如何都取决于白露 虽然白露尚未直接拒绝 但在王兴月已经确定出演男主的情况下 白露的退出或也是迟早的事情 这里并不是说白露看不上王兴月的咖位低 又或者是过去的合作有过什么不愉快 恰恰相反 白露此前与王兴月先后在周生如故 明安如梦中合作 并且也都有过情感对手戏 不论是科CP 又或者是两人的实力匹配度 两人的组合其实都非常的有竞争力 只不过是两人已经合作过两次了 再合作一部古偶 观众都快有审美疲劳了 并且对于白露现在的实力和影响力来说 真的是犯不着死磕古装圈了 毕竟在过去几年时间里 白露已经在先偶 古偶中打转好几圈了 演完了长月静明 拍明安如梦 随后又主演了白月范兴 林江仙两部先偶 如此多题材重复的作品 对于白露个人的发展 其实是有影响的 相比较之下 放弃这部所谓的古装探案剧 转而进组去拍摄警察荣誉2 不论是从相关的剧集班底 又或者是后续对自身的加成 或都要来得更高 当然了 于正也说了 若白露不演 剧方那边也会找到 与王兴月咖位相匹配的小花来演女主 因此 唐公奇案的开拍是定局 只不过再没有了白露的抗剧能力 王兴月显然要独挑大梁了 以王兴月过往表现而言 古装颜值出众 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不论是担当配角的周生如故 又或者是主角剧宁安如梦 墨宇云间 王兴月所展现出来的超高角色 驾驭度和代入感 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再加上自身的颜值和气质 也是可以与各种类型的女演员搭档 除了白露外 王兴月与吴锦岩 周也等人也都有着不俗的CP感 并且 在有了墨宇云间的剧集红利加持后 王兴月的抗剧能力 虽没有白露强 但也是能保证剧集的人气和热度 相关的剧集前景也是有保障的 因此 这部为拍鲜火的唐公奇案 后续不论是白露回心转意 来演女主 又或者是其他女演员 入局搭档王兴月 剧集都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穆虚慈在引热意 热霸解锁蓝衣新造型 大女主气场轻松拿捏 作为目前关注度最高的在拍剧之一 迪丽热霸携手刘雨宁的穆虚慈 可以说是从选角到装造 每一个方面都会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这部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全新的拍摄路透 只见女主迪丽热霸也是继此前的黑衣和白衣造型后 解锁了全新的蓝衣造型 带着些许抑郁风情感的服装 以及头上的两个脚 可以说非常的新颖 整套造型 在迪丽热霸的颜值和身材支撑下 也是展现出了非常高的唯美感 让不少网友直呼 神女下凡 特别是举止投足间的霸气感 更是体现出了迪丽热霸对大女主气场的轻松拿捏 再加上此前男主陈飞宇 同样也解锁了新造型 不仅整个人的古装颜值大为提高 而且在角色的适配度上 也是得到了网友的认可 装造的愈发出色 男女主的表现更是远超预期 以至于让整个慕虚慈的风评 也是不断地在变好 已经成为了未来最具期待值 也是最具爆款前置的古装剧之一 毕竟除了迪丽热霸和陈飞宇坐镇男女主外 灵狱之主与少年将军痴缠千年的爱情故事 原本就有着非常充足的看点 根据高人气小说白日提灯改编的穆虚慈 以男女主的爱情为主线 讲述了天赋卓然的鬼王赫斯木 在意外携手了男主段虚后 两人在一系列的互相试探过后 两人也是对彼此打开心扉 但当爱情遇上难以逾越的时间洪流时 也是上演了一出非常虐心且精彩的爱情故事 并且 该剧的导演是秦真 也就是一手打造了长相思的实力派 由秦真的坐镇 穆虚慈的剧情和制作质量 都会有着非常充足的保障度 整体的竞争力也会大大提高 再加上配角中还有着诸如张力 魏哲明等人也都是高颜值的实力派 颜值演技兼备的张力 有着非常强的角色塑造能力 在主演的剧集里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者魏哲明 则是新生代小生中的佼佼者 此前在月红片里 颜值和演技也是双双出圈 有他们的助阵 再加上迪丽热巴和陈飞宇 整个穆虚慈的演员阵容 可以说是颜值 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 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综合实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飞宇与迪丽热巴的表现 又如此出色 穆虚慈后续的播出前景 显然也将变得更好 妥妥地报款预定 按照目前的剧集拍摄进度 穆虚慈预计将会在年底杀青 一切顺利的话 则是有望在明年的暑期档前后上线 届时 若聚集能取得预期成绩 成功地大爆出圈 那对于迪丽热巴和陈飞宇来说 显然是演艺事业上的又一大助力 也必定能凭借着自身出色的表现 彻底地迎来事业新篇章 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影视圈的影响力 特别是对于迪丽热巴而言 更是有了足够的底气 去竞争九零花Top的位置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对于迪丽热巴而言